一口气看完西州王朝275年历史 公元前1046年 周五王激发在牧野之战 击败商周王的军队 商周王帝心兵败自焚 商朝灭亡 周五王正式建立周朝 定国号为周 定都于号京 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部 史称西州 五王罚咒后 基本上控制了商朝原来的统治地区 还征服了周围许多小国 公元前1045年 周五王灭伤后 时时分封诸侯制 大封皇族及功臣 周五王为了收买民心 安抚商朝旧民 巩固自己的政权 将江太公封在旗地 周公封在鲁地 周五王听取了周公的提议 策封商周王之子武庚在阴地 但周五王终究对武庚不放心 害怕他岂是索乱 于是又把阴商故地的周围化出背 雍为三个小国 用于监视武庚等商人移民 以巩固出建的周朝 始成三间 公元前1043年 在为三年的周五王激发驾崩 其子激宋即位 是为周成王 周成王即位十年幼 由周公辅政 据说周公曾称王 周公又名鸡蛋 周文王的儿子 武王的弟弟 是一位仁德有智慧的人 曹操写的周公图 天下归心指的就是周公 公元前1041年 商朝就贵族们准备复辟 而周公辅政又有位于王位继承中 赴死子激的原则 引起周氏集团内部的矛盾 商朝才于势力武庚 与周公帝管书 菜书 霍书 同志的三间地区勾结 劝扬周公想要篡位 因此起名清军策 史称三间之乱 周公奉命东征 用了三年的时间 评判三间之乱 结果武庚被杀 管书被杀 菜书被放逐 霍书被贬为平民 周公以武力政清白 消除了商财与势力 公元前1037年 周成王长大成人 周公还证给他 周成王念其东征和巩固政权的功劳 将鲁国风给了他 但周公没有去 依然留在王室府政 周成王执政后 依然重用周公 命令周公治理作乐 规划各项规章制度 奠定了西州王朝的基础 同时以武力控制了东边诸多部落 当时社会安定 人民和睦 是周朝最为兴盛的时期 周成王能成为一代明军 大部分都是周公的功劳 公元前1021年 在为21年的周成王驾崩 其子积昭即位 视为周康王 公元前1005年 因鬼方部落经常欺倒中原地区 而且在平叛三间之乱途中 被鬼方部落偷袭 周康王命于率领大军进攻鬼方 经两次大规模作战 周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周军斩杀鬼方部落4800多人 不过其四名首领 及以下1.3万多人 还缴获很多车马和大量牛羊 西北边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得到安定 公元前996年 在位25年的周康王去世 周成王 周康王时期 天下安定 40多年没有使用刑罚 是称成康之治 成康时期 是周最为强盛的阶段 同年 其子姬侠即位 视为周昭王 公元前982年 鲁国发生政变 鲁侯之地杀死鲁幽公 夺取侯卫 自称卫公 周昭王竟不发兵征讨 也不兴师问罪 致使天下事强凌弱的现象屡屡发生 周朝开始衰弱 公元前980年 昭王率军对东夷各国进行军事威慑 东夷是古代对东方各族的范称 这些方国部落对周王朝食服食叛 同年 楚京等方国部落进犯周朝疆土 周昭王集结大军 南征楚京 为稳定后方先向东夷进兵 各一国舰实力悬殊 纷纷归顺 公元前977年 周昭王亲自统帅六十军队南攻楚国 结果全军覆没 周昭王此在汗水 同年 周昭王长子 鸡马即尾 视为周昭王 周昭王统治初期 派人撰写法律书籍履行 规范刑法 历经图治 天下再度安宁 公元前965年 北方犬戎没有及时进贡 周昭王以此为由 亲自领兵对犬戎征伐 周军大胜 公元前922年 周昭王去世 在位55年 是西州在位时间最长的周王 同年 其子姬一虎即位 视为周贡王 公元前919年 据说 秘国君主秘康公 没有把三个美女 献给周贡王 周贡王太兵灭亡秘国 公元前900年 在位22年的周贡王去世 其子姬姦继位 视为周一王 周一王继位后 政治日趋腐败 国事衰落 公元前893年 西戎侵略周静 一度兵临都城 周一王将国都 从浩京迁往新都全秋 金陕西省兴平市 公元前892年 在位8年的周一王去世 姬批方发动政变 夺取王位 视为周孝王 周孝王登基之后 历经屠治 击败西戎 迫使西戎供马求和 公元前890年 周孝王命妃子 杨马 三年后 马群大增 周孝王因妃子杨马有功 将他封于秦帝 建立秦国 此为以后秦朝的前身 公元前886年 在位六年的周孝王去世 周一王之子姬谢 即位 视为周一王 周一王在位期间 一些异性诸侯国 不来朝见进贡 甚至进攻周王室 楚国国君雄渠 甚至仿孝周天子 将其三子分封为王 公元前883年 周一王听信谗言 通杀齐国国君齐哀公 公元前879年 周一王太兵发荣 获得一千匹马而归 公元前878年 在位八年的周一王去世 其子姬胡继位 视为周立王 周立王在位期间 以国家民意 垄断山川水墓 不准国人依山水而谋生 建议剥削人民 周立王暴虐成性 奢侈专横 百姓都公开议论他的过失 他制定严苛的法律 谁议论 周立王就杀掉谁 百姓苦不堪言 公元前842年 各地的老百姓 终于走到了一起 他们揭竿而起 抱团造反 周立王仓皇逃跑 周立王的命保住了 而他的儿子 姬静躲在赵公家里 被造反的群众围困住 赵公用自己儿子的姓名 换取了太子姬静的安全 公元前841年 因国人暴动 攻入王宫 周立王逃跑 政权由大臣周定公 和赵木公共同执长 史称共和行政 公元前828年 周立王去世 其子姬静即位 视为周宣王 周宣王即位后 为消除立王 暴虐政治的影响 缓和国内外 不安定的局面 任用赵木公 周定公 尹吉福等大臣 整顿朝政 恢复早期君主时期的政策 使王道 已衰落的周朝王室 得到一时的复兴 史称宣王忠兴 公元前789年 北方的戎敌 买移等游牧民族 带领大军南下 一度攻入中原地带 烧杀抢掠 除恶不作 宣王为了抵御北方的戎敌 买移等游牧民族 对中原土地的侵略 从南方的诸侯国手中 调来精锐之师 以及周朝仅有的主力军 双方在千武一代 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 戎敌 满意少数游牧民族 擅长骑马射箭 在野外有着极高的战斗力 周朝的精锐之师 虽然勇猛无比 但却不是戎敌 满意的对手 宣王所带领的南方之师 最为精锐的军队全军覆没 千武之战惨败 宣王仓皇失措逃走 西州王朝的国力 就此一蹶不振 公元前782年 在位46年的周宣王去世 其子姬公生继位 视为周幽王 周幽王贪婪腐败 无问政事 任用国师父等人 国师父为人奸命 善于奉承 贪图财力 包厢视为忠臣 因为说话得罪了周幽王 被关入了大牢 包红为旧父亲 将包四献给周幽王 周幽王得到包四后非常高兴 后宫加厉不如包四一人 公元前774年 周幽王废楚王后身后和太子 丽宠妃包四为王后 并加害太子 身后的父亲 身后听到此事十分生气 公元前771年 身后联合宗国 犬戎 攻打周幽王 据说此前周幽王 多次风火系诸侯 导致诸侯们 都不相信风火 也都不来秦王 周幽王兵败 死于离山下 自此 向国275年 传十二王的西州王朝灭亡 从此历史进入东周时期